郭德康指挥徒弟到这事物 百万豪车惨遭刮蹭 有人质疑 这是德云社的节目组制造的节目效果 也就是说 大家提前拿好剧本演出来的 这不就违背了综艺节目 自然且逼阵的出发点吗 可是在8月27晚 郭德康和徒弟用自身行动 证明了德云社谈宗 不存在剧本这一说法 在这一期的节目中 郭德康带着一众徒弟 来到一个高档的洗衣中心录制节目 因为该场所消费水平不低 所以停车场停满了豪车 一位女性顾客 开着一辆价值不菲的马莎拉蒂 在德云社演员的指挥下进行倒车 由于停车位比较狭窄 在指挥时 周九两未能看见车子后面的情况 马莎拉蒂遭到了周围车里的刮蹭 这百万豪车遭到了刮蹭 损失该算谁的 德云社一众弟子慌了神 严和翔赶紧呼叫郭德康 问问该怎么办 而这位女顾客从车上下来以后 很明显是生计了 毕竟人家就是来洗个澡 结果因为指挥失误出现了刮蹭 让谁心里也会不舒服 看到这一幕 大家基本上可以确定 德云社团松确实没有剧本 否则是不可能拿这几百万的车子开玩笑 这刮蹭一下维修费怎么来说也得个好几万 节目组的钱又不是大风挂来的 如果有剧本 也不会安排个损失这么大的剧情在里面 而且从女顾客的反应来看 生气是自然感情的流露 并不像是演出来的 而在后续的节目中 也不断地出现了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 其一就是 孟和堂在挑选队员的时候 有了争议 好多人问 这孟和堂是咋想的 孟和堂挑选队员时 因为选了流量网红 没选实力演员 而被粉丝寒往有日益 在此次进步之前 郭德纲就对所有的演员进行了一次评估 按照他们在德云社所得的贡献与成绩 分别为每个演员评历心急 补出意外的 运红拿到了最高级别的六颗星 运红为德云社所得贡献 和带来的收益数不胜数 关键 他还是一个特别忠诚的人 还曾扬言 要为德云社打一辈子功 而卵云平则拿到了第二级别高的三颗星 之前在某平台 有人吐槽 卵云平和高峰毫无幽默感 两人看起来太中规中矩了 相声也毫无新意 在卵云平背后隐藏着的 不仅仅只有清华大学名人榜上的名字 还有那个 身为德云副总客户的自己 如果观众们细心就可以发现 卵云平之内的非常努力的进步 台风也不再像之前那样中规中矩 而是慢慢的趋于活活 只从这一期的德云团宗就能看出来 连郭德冈都说他真的拼了 孟赫棠和烧饼张九南竟拿了二星 上下的等人都只得到了最少的一颗星 在这一期的节目中 孟赫棠的队伍挑战失败了 必须将队员打散之后重组 拿到了最高分的孟赫棠 听取了余线的建议 挑走了稳重的颜和祥 上下的两个名额 孟赫棠竟然直接选了 秦潇贤和何九华 这两个德云是如今流量数一数二的演员 没有选择业务能力更强的 杨九郎和上九西 杨九郎和上九西 在业务能力上 很明显是要强过秦潇贤跟何九华的 可是孟赫棠还是选择了他们两个 在学生看来 孟赫棠这么做 就是为了能轻松获胜 因为现场是根据观众投票来评分 流量网红明星 无疑会有去带的优势 这一点 在第一期节目中就得到了印证 秦潇贤多次因为观众投票 拿了高分 在有些粉则看来 孟赫棠这么做 代表着德云社像流量低头 不再重视野人的业务能力了 其实孟赫棠这一次这么做 并不像有些人说的 单纯为了流量 没有那么自私 首先 秦潇贤和何九华本身就是孟赫棠的队员 大家在一起时间长了 肯定更有默契 其次就是孟赫棠 就给两人一个锻炼的机会 你不让他们上台锻炼 怎么能有所提高呢 说起上台锻炼 不少德人上的粉丝都等着急了 这都第二季了 张于雷咋还不出现 这不张于雷没等来 来了个重量级的人物 他就是于清老师的师傅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石副宽 这真是当之无愧的 重量级嘉宾 大家之所以吃惊 并不是因为石副宽老师的身份 而是因为石副宽老师的身体 石副宽直接被确诊患了癌症 虽然手术比较成功 但是毕竟年事已高 基本上都是在家养病 很少抛头露面 这一次石副宽为了帮德云社 竟然亲自参加了德云社团组的拍摄 确实是太让大家吃惊了 什么叫患难见证情 大家算是见识到了 石副宽来给德云社团组航 最大的意义在于 告诉相声的人 自己是支持德云社的 凭借石副宽在相声行业的影响力 对德云社的帮助太大了 如今的德云社 商业专场一直没有恢复 外界的压力也很大 由石副宽这样的主流相声艺术家来助阵 对郭德纲来说 无疑是雪中送炭 竟来燃眠之急 石副宽对郭德纲 可谓是天高地厚真 不但给了德云社这么多帮助 而且 他还是郭德纲百事侯耀文的介绍人 如今退居二线的石副宽 成了德云社在主流相声界 为数不多的朋友 对德云社的意义是很重大的 能够在德云社做重要的时候 不顾自己的身体来雪中送炭 石副宽对郭德纲的恩情 这是一辈子都报答不完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